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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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带领全省人民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奋发有为 埋头苦干 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全省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取得的发展成就 展示了40年来辽宁改革开放的进程 弘扬了新时代辽宁精神 展示了辽宁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变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 展览以继续奋斗收篇 集中展示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辽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推进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壮阔前景和磅礴气势 从1978年到2017年 辽宁地区生产总值由229.2亿元增加到2.34万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由680元增加到5.4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92.6亿元增加到2392.8亿元 进出口总额由15.9亿美元增加到994.2亿美元 40年变化翻天覆地 40年成就令人瞩目 在一幅幅图片 一组组数据 一个个实物模型面前 陈秋发 唐一军 夏德仁等省领导仔细听取讲解 不时驻足观看 询问有关情况 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张福海主持开幕式 省委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 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省法院院长 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活动 省委各部委 省终止有关部门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本台报道 2018年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迎来了4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 《住梦路》上砥砺前行 辽宁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 通过图片 文字和实物等形式 重温了辽宁省改革开放历程 展现了辽宁省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的辉煌成就 通过展览 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辽宁发生的历史巨变和辽宁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 更加坚定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推进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决心和信心 改革开放再出发 让我们接力奋斗 共同迈向辽宁重振雄风的美好明天 共同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改革开放40年来 我国工业制造水平稳步提升 工业装备核心技术从依靠进口到领先世界 高精尖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40年 一个个辽宁制造的大国重器代表着中国工业实力 也展现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担当和实力 走进展厅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号航空母舰的模型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 2012年9月25号 辽宁号航空母舰正式交付海军 去年 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在大连下水 辽宁制造为中国海军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非常震撼 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辽宁 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 40年砥砺奋尽 辽宁制造更是走出国门 成为我们心中的骄傲 中国从无到有嘛 从最开始监管车 火车都需要靠进口 到现在就是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现在你看像这个起重机 然后一些机车都是在中国在外出口 而不像以前都是在进口 感觉中国这些变化就是40年来就是特别特别的那个明显 2003年 辽宁华晨集团开始与宝马集团合资合作 15年来 华晨宝马不断推出新车型 今年宝马集团再度扩大投资 开始在沈阳建设第三个工厂 世界企业工业翔楚与辽宁携手共同成长 车辆的外观 包括说车辆的性能 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我小的时候 对车辆的这个和现在的完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现在呢 这个车辆呢 就是完全可以称 像我们现在车都可以称之为 跟那时候一笔都称之为艺术品 2018年冬奥会闭幕式 新松机器人经验全差 辽宁工业迈向智能制造的新高度 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像这个 我感觉已经很高科技 很先进的一个东西了 包括那些小机器人都是可以说话的 然后对话都很方便 比原来已经进步了很多 跨度很大了 感觉 本台报道 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 2016年竣工 14万平方米的外玻璃木墙 全部由沈阳远大设计安装 420.5米的金茂大厦 1999年进程 当年 来到上海闯荡的沈阳远大 还只能跟着国外总包商 干一些零碎的安装小工程 每天都很兴奋 就是去各个工地 一个工地 一个工地看 就用那个印尼 把那个青柴的端头 演成红色 copy在那个纸上 1993年 几名沈阳国有企业的员工 在食堂吃午饭的功夫 决定下海闯荡 从制作铝合金门窗起步 沈阳远大就此杀进了在国内刚刚兴起的木墙行业 那时候很多军工企业 也就是做飞机的 像那个沈飞 黎明 他们都做铝合金 因为从门窗起步嘛 我们董事长就提出一个理念 我们要领导中国旅业 我们的行业在沈阳的发展起来 还是基于老工业基地 就是这个基础 也是改革开放嘛 当时也就是说 就流行这个词下海 就是说很多那个很好的那个设计员都加入到远大 So agrees 进入新世纪 中国迸发出新的活力 敏锐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沈阳远大做出两个决定 一是成立国际部 开发木墙的国际市场 二是成立电梯公司 设计生产电梯 由劳动运行 向技术运行转换 如果企业的木墙产业走到国际市场 那么必须进行 不断地进行 产业的技术和管理的创新 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内在动力 2001年 远大终于在新加坡揽到了一笔小生意 没想到 项目干完了 总包商却破产了 迈进国际市场的第一单 远大赔了一百多万 当时的情况 英语都不很好 package 包装 实际上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行画就是标段 那一段时间在没有正式大项目之前投入几千万 招聘人 学习 这种值不值得 一直是像一个问号说的 我们对国际上的技术标准可能当时我们也不是十分太了解 都是靠我们去摸索 去探索 远大就是正多年搞国际市场在这方面学会交代很多 得学习人的游戏规则 2005年一开年 沈阳远大收到了俄罗斯联邦大厦项目的投标邀请函 此前 远大是一直跟着总包商在国际市场闯荡 这一次 远大决定自己独立投标 五个亿人民币吧 当时来讲是应该说远大是最大的单体项目 楼面是扭曲上去的 设计上 包括这种加工商的难度就非常非常大 我们感觉是什么 越难越复杂 越是对中国制造在海外的一个展示 430米高的俄罗斯联邦大厦处立在莫斯科河畔 被欧洲媒体评价为 中国木墙首次达到欧洲公认一流水平 至此 沈阳远大的国际市场彻底打开了 由焰火组成的巨大脚印 2008年 当历史足迹的烟花璀璨天空的时候 沈阳远大冲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 在国际市场上拿下超过100亿的木墙订单 创造了1683台电梯的出口记录 并成功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5兆瓦锋利发电机组 这家与生俱来带着辽民豪迈气质的民营企业 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中 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它多元化经营 国际化布局的梦想 党的四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3年7月我们下决心成立了我们远大科技院 对我们企业不断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不断地进行经营发展 应该说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 2018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 沈阳远大与德国汉诺威 莱布尼茨大学专家团队合作研发的协作机器人 经验亮相 当木墙和电梯行业相继告别高增长 当中国经济开始新旧动能转换 当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始全面振兴新征程 远大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大幕 已徐徐拉开 12月15日出版的经济日报 在头版刊发报道 辽宁旧账礼出营商好环境 报道讲述了辽宁茂阳董事长于青春曾经离开秀岩 秀岩县主动联系他理清旧账兑现承诺 他又返回秀岩创业的经历 报道说辽宁省主要领导强调 账目有新旧责任无先后 无论新账旧账都是欠下的民生账发展账 绝不允许高高挂起换届毁约 为此辽宁不护短出台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方案 向权力任性开刀向官赖问责 畅通毁约违约举报渠道 在街道和乡镇基层政务考核中纳入首信见诺情况 同时明确惩戒措施 存在政务失信行为的公务员将被惩戒并在网上曝光 限制平忧平先 目前全省公开曝光破坏营商环境问题164起 处理问责429人 环境的温度决定着投资的热度 今年前三季度 辽宁引进国内项目1582个 实际到位资金2692.8亿元 同比增长20.8% 实际利用外资36.9亿美元 同比增长63.6% 实有各类市场主体及注册资本 分别同比增长8.7%和19.1% 民营经济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 我省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 要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 不断发展壮大 在辽宁自贸试验区 沈阳片区政务服务大厅 沈阳安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 会计周雪向记者介绍说 从原来的小规模纳税人 到现在的一般纳税人 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 各项汇启政策的实施 若干意见提出 严格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 与其他纳税人一律平等对待 却有特殊困难 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企业 可按照税法有关规定提出申请 经批准后延期缴纳 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在降低企业用工用能用地 以及物流成本方面 若干意见提出 实施失业保险降费率和失业保险文港补贴 扩大市场交易电量规模 取消电力容量恢复使用检测费 工业用地可采取长期租赁 先租后让等方式供应 实行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制度 清单以外不收费等 失业保险费率降到1% 每年可以给我们的企业 增加200多万的经营资金 还有文港补贴的支持 这也是一大利好的消息 企业获得文港补贴 企业需要具备主要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依法参加失业保险 并逐人缴纳失业保险 第二个是企业不裁员或者是少裁员 按照单位和个人所缴的 失业保险费的总额的50% 向企业返还 此外若干意见还对各项设计收费行为 进行了严格约束 提出全面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 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不得以评比达标表彰等形式 向企业收取费用或变相收费 统一规范全省政府购买中介服务 和中介服务评审事项 服务费用一律由审批部门承担等 持续加大设计收费专项检查力度 严厉查处设计违法违规收费 促进民营企业降本增效 本台报道 12月15号上午 全球首支世界最大 22000标箱集装箱船用曲轴 在大连华瑞重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下线 22000标箱集装箱船 是我国制造的全球首批最大 最新型集装箱船 也是我国从造船大国 到造船强国升级的标志性产品 作为装箱船的发动机核心部件 本次下线的曲轴采用对接式结构 总长度23.519米 重量高达488吨 先后攻克了热装精度等 五项技术难点 目前已全面通过第三方检验 总共进行了大概接近 3000个数据的测量 那么我们法国船机社 在整个这个检验过程中 都是全程跟踪 所有的尺寸行为公差 都是在我们船机社要求的范围之内 发动机是大型船舶制造的关键部件 约占造船费用的10%以上 大型曲轴又是大型船舶 发动机的核心部件 今天下线的世界最大 22000标箱集装箱船用曲轴 打破了我国大型船用曲轴 被国外企业垄断的局面 本台报道 2018年针对寿原地的不同情况 辽宁原江工作队有针对性的推出了一系列 精准扶贫和脱贫措施 既不短板又强内力 书写与造写并重 让寿原地各族人民群众体会到了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一大早记者跟随俄敏县复民安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来到张素格老人的家中 一家人正忙着收拾新居 张素格家的老房子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历经岁月波时 房梁下沉 墙壁也出现了裂缝 遇到雨雪天气 棚顶就会渗水 今年有了辽宁提供的原建资金 加上国家和新疆自治区配套的建房资金 他们家只花了不到九万块钱 就新建起这套一百平方米的新房子 电暖气 燃气灶 电热水器 各种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现在的新房住口 抗争能力强 又暖和又保险 是不是 国家又给补那么多钱 两岸八千补 两岸原建又给我们补足一万 真的当着政策太好了 2018年 根据自治区两年脱贫的计划 结合俄敏县实际 辽宁原江资金 共投入了1707万元 在十个乡镇1547户建档利卡贫困户中 实施扶贫安居房建设 建档利卡贫困户家庭 每户补助原江资金2万元 一般贫困户每户补助1万元 让他们的住房条件 得到了极大改善 打赢脱贫攻坚战 除了书写更需要增强 寿源地自身的造写能力 在俄敏工业园的创业就业孵化园 新疆清大黄旗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孙燕山正在新建的厂房里 检查黄旗原料 他的企业正式投产后 能够为当地提供1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 而这些中小微企业入住园区的 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要增加扶贫就业岗位 会帮助当地困难群众脱贫 我们把我们在册的贫困人员 然后符合企业用工条件的 推荐给企业使用 一方面是解决我们企业的 用工难的问题 另一方面解决我们 扶贫人员的生活问题 是以产业促就业 通过我们的辽江两地的产业合作 来进一步带动就业 实现一人就业 一家脱贫 再有呢就是在改善民生 尤其是在改善这个群众的居住 生活条件上继续下功夫 在玉民县由锦州原建的 哈拉布拉乡中心卫生院已经落场 很快卫生院就将告别原来 破旧低矮的旧院区 搬进三层高的宽敞明亮的新院区 大商集团设立的 新疆特色农副产品专柜 规模稳步扩大 正源源不断地把新疆的 休止农牧业资源引入内地 拉动当地的产业发展 十三五期间 辽宁共安排脱贫攻坚项目153个 原江脱贫资金24.78亿元 占原江资金总份额的60% 2017年以来 通过产业促进就业 辽宁原江带动了 17000名当地百姓实现了就业 支持建设了13650户各类安居房 改善了4万多人的居住条件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辽宁原江人信心满满 坚决打赢寿原地脱贫攻坚战 本台报道 12月15日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多查组 交办的第32批107件群众信访问题 已半截100件 12月15日 由共青团中央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主办的 中国青年店长创业计划 在大连正式启动 首批87位青年店长将获得 5万到10万元不等的启动经费支持 同时配套10到50万元的银行受信 12月15日 辽宁省第二届普通高中诗词大会 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 我省60多万名高中学生参加 最终有90名选手进入决赛 2018大连生命科学国际峰会 12月15号召开 本次峰会围绕生命科学产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探讨生命科学发展的新模式新方向 本台综合报道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12月15号发布 2018年第70号公告 决定对张书平一名拟任领导职务人选进行公示 详情于今晚22点12分 在我台北方频道播出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再见 再见